他在爬楼梯的过程中突然觉得我心脏很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突然心肌梗涉就出事了 也就是说他有一天他回家 回家爬了五楼楼梯 五楼楼梯以后他就坐在客厅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就这么走了 也就是说跟新内读案子非常重要的两个证人 一个是李宁子 一个是樊家杰 两个就过世 过世之后这个案子就没办法再往上燃烧 就停止在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刘泰英或苏惠森他们都因为这件事做了 但是这个案子最高层级就办到这边 就差别这样 没有在往上燃烧 好 明白了 这个新内读案他居然就在你家旁边 你说你们听过很多故事 最离奇的故事是 在黑的时候黑到一只大爪 这大包之后 这怪手 怪手的人回家了 就没有再次来过了 尤其在这件事 坦白说起来 对刚才这些人出台事后 第一个收贡的帮本真的不是 听来说 这两只 原本在那里有两只大厢 两个大厢 大厢 不论他们可以太厉害